郎品报曾春雷李约奥运缺阵原因,最需要她,可就是不能给她机会。 女排的故事永远都是中国体坛最励志最动听的故事,随着2016里约奥运会的夺冠,中国女排精神再度被网友们提起,北京时间5月31日,中央电视台再度首次爆出中国女排的纪录片,讲述中国女排不为人知的劣质故事。 本次系列片也揭露了一些球迷们心中的疑惑,2016年李约奥运会冲刺时刻的艰难历程,其中郎品郎指导披露了2015年,关于曾春雷没有前往李约奥运会的真正原因。 在即将抵达李约的前一个月,中国女排的最终大名单才最终被揭晓,在期待中的球迷们大吃一惊, 因为备受关注的两位世界杯冠军夺冠军陈沈静斯和曾春雷双双落选,而年仅19岁的龚翔宇却成功入围,于是球迷们关于这样的结果开始胡乱猜测,以至于两年后这一事件还是一个谜。 狼平在本次的纪录片中透露,不是不用他俩,当时教练方也很纠结,曾春雷和沈静斯这两人的状态均不佳, 他们一直都在大名单上,谁都希望他们能够迅速地找回状态,徘徊在享用与不能用之间徘徊, 因为当时很需要曾春雷,杨芳旭腿伤没好多久。 在2015年世界杯比赛凯旋归来之后,国内的排球联赛也就开始了,曾春雷的尖伤一直影响着他, 众所周知,球员在联赛中的表现将作为奥运会的一个参考,受伤并困扰发挥不佳的他更是雪上加霜, 在归队后的一周膝盖又受到了伤病,反反复复自己都没有了底气, 所以被战奥运名单里你就训练不系统,这样就算是给你比赛的机会,也很难拿出比赛状态。 岑春雷说, 教练一直在等你,这就是当时曾春雷内心的煎熬。 眼看奥运会名单即将被揭晓,自己的伤势又不能彻底痊愈, 只好狼指导也只能忍痛割爱,将曾春雷拿出了大名单之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